这一个礼物的回切结果就是把它切断一下 切断以后为了让它跟原来居住一样的话 要把什么力放进去呢 三个力 一个轴向力 A 一个简历 B V 还有弯矩 把一个连续的member 用一刀把它切断 跑出三个力以来 简历 轴向力 弯矩 有了MNV以后 这里面每一个地方的moment 都应该可以有 对不对 所以我根据moment平方 Ds over 2Ei 可以求出这个ring的total strength energy 当然 这里面的moment 是moment in terms of 为了跟这个moment来区别 我们这边写的大文化 这个moment 应该是function of 轴向力 简历 弯矩 它都是 轴向力简历弯矩的一次次 是这个moment 那它平方 所以变成 这个式子 是轴向力简历弯矩的两次次 换句话说 我们的total strength energy 是轴向力简历弯矩的两次次 所以partial u partial int应该等于0 partial u partial v应该等于0 partial u partial m应该等于0 这就是三个最小功能条件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点 本来是连续的点 它是没有相对变位 因为partial一次 所以它会变成 partial出来的都是一次次 所以这个事实上 就是三个一次连续方式 我们利用这个三个一次连续方式 可以解轴向力 简历弯矩 这跟刚才的题目完全一样 这一点切在哪里呢 随便切一点都可以 切在这里 怎么你都没有讲出 它是切在θ等于多少地方呢 随便你自己切在哪里 你切在30度也好 45度也好 6度也好 随便你切 你切在哪里 切在0度也可以 但是虽然随便哪一点都可以切 但是切在某些特定点 就会让我们的分析 来得简单很多 这是大家要注意 尤其在考试图码这种题目 你随便清一点 当然你可以写出一个试图来 如果切在30度的地方 光做这个题目 这样的地方 所有时间都占选 注意这个题目啊 它是对称的 我们在上语都曾经强调过 如果你碰到对称的题目啊 注意用它的最称性 因为它是对称的 这一点的内力 跟这一点的内力 就是一样的 对称的 因为有这个 一样的特性 我就可以让它的位置数减小 减少 它不单是左右对称 这个题目是上下也对称 所以这一点的内力 跟这一点的内力是一样的 用了一次对称 大概就可以减掉一次位置数 如果用它的左右对称 用它的上下对称 这个题目可以简化 所以 我总共要切到回切给我 总共要切一点 切在哪里呢 那边说随便切一点 现在 我不但是切一点 我切两点 就把它变成两个腹于八点 照道理切断的地方要把轴向力简力弯曲发生 而且我是以顺中向简力的整理 切断的地方 以张力的轴向力来表示 正能 然后简力 然后弯曲 弯曲 外缘压力同样 所以这样 还是有三个超级定力在里面 可是 切断的地方 有轴向以张力来讲 然后简力 然后弯曲 这是配合的 这边向下 这边一定向上 因为让它两个都张力这样 对不对 这里是顺中向 这边也是顺中向 这样才能够 这是一对 所以我这边写一个M 这边可以写一个N 这边写一个V 这边也可以写一个D 这边写一个M 这边也可以写一个M 如果我这个V 画像这样的话 这个V就写不下去 这边写V 这边要写V 也只有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这样 我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E 这个是V 这个是V 那这个呢 这个是V 这个是什么呢 都是顺中向 这样 那V要绕过来 V要向外 我这其实不能随便写V 我这要写V 没有留写V 这个是切断的这一点 上面V 下面是V 这个不是同一点的切断 我没有理由 我这边写V 这边写V 所以这边要写V V 这里要写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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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也是N' 这边 这边 顺中向V' 这边是N' 这样可以 所以现在这样子 我切一点 跑出三个位置数 切了两点 其实跑出了六个位置数 是不是反而麻烦了呢 然后我们现在来用它 看它的对称性 如果这个是左右对称的话 这个N'跟这个N'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在黑板的这边来看 看这个 跟我跑到黑板的后面来看这个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我这边看这样 后面来看这个 也是一样的 那同样 我左眼看 左边的这个Joint 的力 应该跟我反过来看 左边的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过到这个对称性 我就可以把这个 没有Prime 跟有Prime 马上拉长关系 它应该是 都可以跟这边配合 这边是N 这边也是N 因为我这样看 左边是这边 跟这样看 左边这边 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N 这个应该是N 然后V呢 我这样看是向外的 这样看它也应该是向外的 所以这边是向外的箭头写V 然后对面去掉 因为从黑板前面看 跟从黑板后面看 是完全是一样的东西 它这六个可以简化成为三种 都是A 所以从这个左右对称 这边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底下的V呢 就一定要向内了 因为跟这个V要配合 就像这边要跟V要上下配合 然后我在底下 前面看这样 后面看也是这样 它应该向内 对不对 这应该向内 所以从那个左右对称 我就知道 应该其实不是六个 是六个 但是有它的相依性 它应该只有三个位置 那这三个跟我切一刀 跑出来三个还是一样的多 又有什么简化呢 然后上下又是对称 我就上下看 怎么样就上下看 我现在站着看这个 然后我把我的人倒过来 看这个 应该是一样的 上下看 或者说你把这个 折上去 应该是一样的结果 对不对 当我这样上下看的时候 问题跑出来 这个是向外的 这个向内 这边没有对称性 向外也对 对 对 到底应该谁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 V 跟V'应该一样 而且都等于V 这样才办得出 所以 当我上下看它上下对称的时候 这个没有减低 事实上 这个Ring 在一拉以后 你们大概都可以画出它的变形 它变形在一定就这样 这两点没有减 没有减 然后 用一个很简单的经历 这一个N条件是 take this in a moment take this in a moment take this in a moment 这个 反中向的弯局 顺材的中向的弯局 都在M 消掉了 这个是P 所以这个N一定是2分之P 我们从六个位置数变成三个 从三个线看到 其实只有一个位置 只有这个M是位置的 所以 这一个结构 take出来的 free body 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 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的 我只要求出这一个toto stream energy 然后乘以2 就可以了 然后用左右对称 所以事实上我只要做 这一部分 就是90度的 因为左边跟右边是一样的 我求出这一边的toto stream energy 乘以2 这个就都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题目 因为它有对称性 我们切的时候 小心切到它的对称点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 微枝数的 这个个数量降低 所以在 如果是这样切的话 那我要求它的toto stream energy 在θ的地方 θ的地方 切一个小小的m出来 这个的长度 ds应该等于 ds应该等于rbβ 对不对 我们这个公式是dps嘛 就是它的长度 要对这个长度 对不对 这个长度是rb的 在这个地方 它的弯曲是什么呢 这一点的moment是多少呢 moment take everybody 这里是m 这个是m 这个是m 这个是2分之p 所以 这一点的m 所以这一点的m 所以这一点的m 这一点的m 所以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 是r-rcos 所以把2分之p 乘上这个力矩 就是这个轴向力造成的 这一点的弯矩 然后这里又有moment 两个加起来 就是这一点的弯矩 这弯矩的方形有了以后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就可以求它的total energy 所以这个total energy 等于r-e-i-m 可不上去m0 我们这个 反正就是 这都是一样大的了 所以这用m0也可以 m0 m0 就减掉 r分之p 乘上r-rcos β 这就是 θ 地方的弯矩 它把它的平方 要乘上ds ds ds现在是rdβ 积分 从0积分到2分之pi 因为 从θ为0 这样积分积分积分 积分到这里 不可能再过来 因为过来以后 有另外一个力法改变的状态 所以我们积分过来 那事实上这边 我们从这里积分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乘以2就可以了 然后上下又是一样的 再乘以2 所以这个乘以4 就是这个ring的total energy 把total energy 把total energy 利用最小弓条件 partial u partial m0 也就是 这个total energy 对这一点的弯矩的偏为分 应该怎么样 应该等于0 那我们看这一点 那我们看这一点 根本就没有 它没有这个 coverage 所以它是等于0 也可以说它的上下 没有相对转角 那这就是 把这个来total 我们前面有讲过 你先积分再维分 是比较麻烦的 你用先维分再积分 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们用先维分再积分 就得到1i分之4 就是提出来 这里面 做 为真 2倍的m0 减掉r分之p r-rcosθ 然后乘上 这一个对 对m0的偏为真 就是m0 所以就是1 然后乘上r1θ 把这个积分就是 积分出来 让它等于0 这是最小公移条件 所以这个式子 就可以解一个位置数 这个屏幕现在 剩下这个位置数 这个位置数 就可以从这边求出来 m0等于 tr 2分之减 π分之 这一个 屏幕把这里的moment 求出来 每一点m0都可以用 每一点简粒也可以 每一点弯曲也可以 利用屏幕的对称型 如果碰到像这样的屏幕 一个正方形 或者一个长方形 来p 来p 那切哪里呢 大概是切中间这边是最好的 原理 原理就是刚才讲过的 考虑它的对称型 可以减低你的超级秩序 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上车 有讲到行降 有讲到钢降 先减汤的硬率 然后再求汤的变位 我们在第十当有 第九当有求结构的变位 那时候碰到的结构啊 都是静定结构物 第十当碰到超静定结构物 超静定结构物 要解变位 怎么样求结构变位呢 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有问题吗 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平面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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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连一个三角形都没有 总共就是这样一种 我们知道它是从基础 两个member而一join 这点就稳了 多了一种member出来 但是我从这边看 两个member而一join 然后就多了这一根 所以它的回切结构 实际上有三种 就是切断哪一根都可以 都是回切结构 那若是假设这一根 是超进行的member 我的回切结构 就变成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回切结构 那现在为了要跟原来题目 一样的话 就是要把原来有的载重 跟超进行的力 加在回切结构上 所以原来有的力是VP 然后超进行的力 是我切断这根 把X放进去 这样这两个结构 就是一样的 把超进定力当成已知 这个行价就可以挤 如果它变成in terms of X 所以这个join 这有一个P 然后这边有一个X 然后把P根本就已知的 X也被我们当成已知的话 那么这两个member force就可以求了 这求出来 这个是 3分之4P 减3分之5X 那这个呢 也可以求 那我们把它分成水平力跟垂直力 这是5分之4X减P 这个是3分之4 这个是3分之4 乘以5分之4X减P 这就可以解 但是它们是in terms of X 换句话说位置数还在这里面 但是因为把位置数当成已知 求出了它的member force以后 我就可以求它total strategy total strategy 等于每个member的member force 这平方DL 就L trustmember常用的 2DL 那 这从1到3 因为3Dmember 这样就可以求出它的total strategy 每一个membermember force都有 这个是X 这个是这么大 这个是这两个合起来的combine 这求出来了 这个我们看见 它是第一根的是2A1 因为它A1等于constant 2A1X比方L 加上2A1 123分之4 P减3分之5 X 平方L 加上2A1 15 乘3分之5的平方 乘5分之4 X减P的平方L 三个member 每一个member分别求 然后summission 就是这个trust的total strategy 但是它是in terms of x 位置固还在这里 那现在利用最小公条件 最小公条件是partialU partialX 要等于0 因为这个是我们所选择的超净定义 所以把它对 把total strategy对X 为分 要等于0 这个为分以后等于0 我们可以求出来 X等于四分之3P 就是解这个超净定义结构 我们今天要求这个超净定义结构的变位 那我们看到 你要求变位以前 你要先把这个结构解出来 就像我们在前面 第九章解行架变位的时候 我们说delta等于大S小SL over N 什么是大S呢 大S是结构在受到原来外在动作用之下 里面每个member的member force 那就是这个 在受到外在动作用之下 每个member的member force 我们只要先求出来 那现在是一个超净定义结构 我们就得把这个超净定义结构解出来 那一旦X有了 这个X等于四分之3P 那这两个member单一可以有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超净定义结构 就把它解出来 那如果我们要求 低一点的水平变位 达到这个超净定义结构 然后我们要求低一点的水平变位 达到这个超净定义结构 然后我们要求低一点的水平变位 达到这个超净定义结构 怎么样用卡斯定义结构 怎么样用卡斯定义呢 用卡斯定义就是 当然我们可以用单位续带动法 用单位续带动法我就 单位续带动法公式是 大S小S L over A1 然后把它上面印起来 大S是原来外在中 最后下的每个member的member force 我们都求了X以后 就可以求了 这个说出来是12分之1P 这个是CompressionP 5分之2P 这个是15分之8P 这就是大S 另外还有一个小S 小S是要求哪一点的变位 就在那一点加单位里 所以我要求这一点水平变位 我就在这边加单位里 那这个容不容易知道呢 其实很容易 原来外在中是P 这个membermember force 是4分之3P 现在外在中是E 所以这个membermember force 就是4分之3 那这个member就是12分 这个member force就是 5分之2 还有15分之8 这就是小S 然后用大S小S L over A1 summation起来 就是deltaDH 这样做当然可以 这样做也可以 卡斯定的做也可以 用单位需带合法的公式 直接套进去也可以 这个求出来 这两个求出来都应该是 18PL over A1 那求出来是正能 表示跟P的方向是一致 他做的公式正攻 所以他应该向右 P是向右 他应该向右 那这个求出来也会 18A1分之PL 求出来是正能 表示我单位力加上去的方向 跟我的电位方向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类像 都可以 这边要讲 这样做当然都可以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更快的方法 就是用单位需带动法的时候 我们刚刚是一一加在这边 然后每一个member member force都拿出来 可是因为这是超精灵结构 是超精灵结构 如果我们求出来了 这个member 从来是三分之二P 本来是一个member 上个member force 是三分之二P 但是我可以把它切断 切断以后 断的这边 不要管它 就看剩下这部分 这就是一个结构 是一个稳定的结构 它是两个member 会join造成的 这个三分之二P 本来是这个member的member force 我现在把它看成是 这个join的外力 这样我来求 要求这一个结构的 低一点的水平点位 跟求这一个结构的 低一点的水平点位 是一样的 同理 求这个结构的 低一点的水平点位 跟求这个结构的 低一点的水平点位 是一样的 因为我把这个member 当作是这个join 这个member的力量 等于是这个join的外力 十二分之一P 现在变成一个 只有两个member的一个结构 只不过它的外力 除了P之外 又有这个 那还可以 这一个member 本来是一个member 先把这一个人拿掉 但是呢 它该有的力量 放在这里 当成这个结构的外力 四分之三P 所以要求 这个结构的 低一点的水平点位 跟求这个结构 低一点的水平点位 是一样的 那这根本就是 静音结构 所以我要求小S的时候 只要 这边加一 这两根就可以了 那根不要 这个就是小S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小S 但是PRIME 这是S就是S' 这个呢 这就是小S double prime 我们用这个小S 配合刚才的大S 配合刚才的这个大S 这个大S 也 大S也就是这个 这是P 然后这边加上外力 是 就在这里 这个上面部分 是大S 下面这个是小S 大S小S 你用这个来做 也可以大S小S LV 或者用这一个 大S小SLV 或者用这一个 大S小SLV 做出来 都是 这个答案 你回去可以自己做 它的意思就是 只需要用回切结构 就可以自己用来 但是你要把那个 超进定力要放上去 这个超进定力要放上去 然后就用这个回切结构 它是个静定 然后算 都只可以 这三个算出来的都一样 超进定结构的变味 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第六章第七章 有介绍影响线 但是那时候介绍的结构 都是进定结构 现在是超进定结构 按照影响线的定义 管你是进定结构 或者是超进定结构 都可以划出影响线 那在第六章第七章 介绍的方法 其实都是 就是针对 进定结构 划影响线 所以我们这边加了一节 超进定结构的影响线 那我们在这边 这一节是针对 进步进行价的影响线 定义跟 跟第六章一开始下定义 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加了一节目的影响线 我们这边加了一节目的影响线 最好明显然是一个静定的一个简单行响 我把它加了一节目的影响线 所以它是超一次进定的形响线 我现在选这一个roller地方的反例当做是超进度的例响线 所以它会再用在下旋移动 在下旋移动 在下旋移动 选择 这个roller拿掉 但是加上x 这样就没有改变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行价现在受到两个例 一个例是这个位置固定的x 一个例是移动的这个移动再重 这个跟第六章讲的题目不一样 第六章讲的题目就是这个结构 就是受到一个移动的再重单位 对于现在超进定率我们对结构 回迁结构除了受到单位载动 随移动载动之外 还受到位置固定的这个超进定率作用 x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两个降低就很可以了 影响线就这样求就是了 所以 比方说我们要求西点反例 西点反例的影响性 也就是求x的影响性 就是单位在这段的移动 x跟他的单位在这段位置有关 这个怎么求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单位力跟一个x 用这个交换定理 交换定理啊 在上去最后我们讲交换定理啊 其实就是两组的例 所以用交换定理我们一定就要画两组例出来 这是我回迁结构 在回迁结构上我们要作用两组例 第一组例就是单位力 单位力作用 跟这个x 这是这个 我们假设这是第一组例 什么是第二组例呢 第二组例就是我要求哪一点的影响线 我就在那一点加单位力 所以现在画这两个图就是 同样的一个结构上受到两组不同的例 当他受到这组例作用之后 它结构会变形对不对 假设下旋 假设变形 不知道怎么变 假设它正变形 这一点的变形量 我们把它叫做deltaxx 超近定理作用造成的 那这一点的变形量 是deltaxx 就是单位力作用 单位力我们看单位力 单位力作用之后 它会有变形 下旋变形这样子 单位力作用下造成每一点的变位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deltaxx 这个是b点的 我们把它叫deltaxx 所以就是deltaxx是等于 超近定理 超近定理 x为单位力 也就是x等于b的时候 i点之变位 所以这是 这一点是1 其实也就是超近定理 x等于1 超近定理 x等于1的重 在x点的变位 叫deltaxx 超近定理 x等于1的重 在b点的变位 叫deltaxx 现在这一组力作用 跟这一组力作用 记得交换定理吗 交换定理是 p主力乘上q主力作用的时候 造成p主力地方产生变位 等于 q主力乘上p主力作用的时候 造成q主力地方产生变位 一口气面向来 所以这两个力是p主力 这个x 一半面作用在这里 得到这个x 这个x什么呢 这个x其实就是 这里有一个ruler 它的反例是x 这个是把ruler拿掉了 它等于1 然后造成的 所以这两个力是p主力 所以这两个力是p主力 这一个力是q主力 这虽然只有一个力 它就是一个group 这一组力就是这个1 现在有两组力作用在这个结构上 p主力是这个1跟这个x p主力乘上q主力作用的时候 造成p主力地方产生变位 所以这个1要乘上 等于它bx 这个x要乘上等于它x 就是p主力乘上q主力作用之后 造成p主力地方产生变位 它应该等于 q主力乘上 q主力就是这个1 它只有一个力 它就是groupal force 其实就是这一个力 等于q主力乘上 p主力作用之后 造成q主力地方产生变位 这个地方在这里产生变位 这边其实是一个roman 所以这个变位其实是0 这个式子就是交换经理写出来的 那从这个式子 得到delta delta 不是 得到这个x 我们要解这个x x与负的 delta delta xx delta bx 我们要求x的影响线 inference line 所以就是要求bx 所以从交换经理 得到对x的影响线 这个是delta xx分之delta bx delta xx 跟delta bx 其实都是可以做 这是一个静定结构 上面受到单位力作用 求这里的变位 跟这里的变位 这是在单位力走到这里的时候 x的大小 点到这个底下 就是x的影响线 所以利用这个式子 就可以建立x的影响线 那其实这个式子里面 要求两个变位 这两个变位 其实就是一个静定结构里面的 这两个变位 所以 用画影响线就会 要画 单位力在这里作用之后 x是多打 要把这个x点在这个底下 就是它的影响线 这就是这个 单位力在这里的时候 为x是多打 那我们用 交换电力求出来 这个x等于这么大 也就是 x等1 这一点的变位 除以deltaxx 所以求出来是 634分之380 那这两点是对称的 所以是一样大 634分之380 那如果单位力在这里的时候 x是多大呢 我们的知识也知道 一棒力就在这里 x就等于 那一棒力在这里 那一棒力在这里 也就是我们这一组力 啊 把e放到这里来 那这时候啊 这个求出来 x啊 其实就等于 deltaxx分之deltaxx bx等 dx 其实就等于1 这个正符号是因为 所以我们把他全部角色向上 这个也是向下 其实这边刚才有一个称号才对 所以这个 这个应该可以 距离了 这个就是 等下拿sx分之 等下拿xx 其实就是1 就是1 把这个描起来 这就是x的影响性 这表示说 单位力走到这里的时候 x等于0 3等于0啊 全部被他吃掉 单位力走到这里的时候 x等于630分380 单位力走到这里的时候 x等于1 就是wz 单位力走到这里的时候 630分380 单位力走到这里的时候 x等于0 这就是 每次来的 分配上 回去以后就是 自己安静下来 去做一遍 这个影响性 我们在六七章的时候 你再强调 看到比较烦的题目 就是需要你自己 自己去想一遍 给我们看黑板 噢 会了会了会 这个题目可以做